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辨媽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走嬰兒展時要準備的東西 和一些心得 第一件是入場援票 可能大家已經在Facebook 看到很多的餐點商 和一些親戚blogger 都已經有送禮票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參加 另外門票還可以即場買 可以在CircleK購買 又可以在荷花門市買到 現在正在做一圍 買三張會有八折 我實際在網上可以 預先訂購了 入場門票 以及買了小書 它會有發送電郵給你確認 你拿著電郵 之後有個QR Code 你刷了QR Code 之後就可以入場 同時也會給你一本書 我覺得是超方便的 書是一本優惠券 有不同的餐點商 有些就要填資料 有些就要填資料 有些就直接撕掉 就給那裏的人 你就已經可以拿到那裏的 關於填資料方面 大家就記得要戴筆 如果不想到時佛抄的話 就可以預先清理一下 上面就有大概的資料 後面填了雙面膠紙 到時直接貼進去 就可以省很多時間 大家其實如果行個BB展 都知道 你進去的時候 就會很迷茫 如果你做了準備 即是預先上網站 那裏看定 究竟你有什麼想買 還有看定他們有什麼優惠 各大的奶粉餐點商 還有電子餐點商 他們要送的禮物 就是最豐富的 就已經可以預先入定會 那你到時去的時候 就不需要即場再入會 就可以省很多時間 不同的餐點商 你去拿他們的食品的時候 他們都會有一個袋子給你 所以就不需要特地帶袋子 但如果你真的打算進去 塗料片或者掃奶粉 就記得帶車仔 走BB展大家都知道 你去到一定是人山人海 其實如果帶小朋友的話 你真的不太方便 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覺得 盡量不要帶小朋友去走BB展 如果真的沒辦法 都真的一定要帶的時候 我就建議可以 晚一點的時間去 好像大概黃昏的時間 進去的時候 就會沒那麼多人 之餘呢 走的時候就會舒服一點 如果你是真的想搶 那些特價 或者那些限量產品 就一定要預早入場 例如他10點鐘開始 10點之前已經有人在這裡排行 其實BB展的時期 很多時候外面的商場 都會有些小的BB特價場 或者有些大優惠 發覺其實外面買 還有在BB展裡面買的東西 就價錢分別 確實不是太大 如果真的要買的話 大家可能真的要價定價 可能到時候出去買 更方便去BB展買 起碼你不需要冷餐吃 記得補充體力 帶飲品 帶乾糧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走BB展是特別活熱背 和特別容易餓 所以大家就記得帶東西吃 這次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一些BB展的小小心得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節見 拜拜